怀音侯列传 四 快通看到劝说不被韩信采纳 怕此事被人发觉 那就有了杀身之祸了 就装疯冒充乌者以避祸 汉王在顾陵跟向王战斗 吃了败仗 于是听去张良的献祭 招约齐王韩信 于是带兵到该下参与会战 向王被打败了之后 刘邦呈韩信的毫无准备 夺去了他的军权 汉王五年正月 改封齐王信为楚王 都城在夏批 韩信到了自己的封国 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嫖母 送给他千金 又找到了下乡县南昌亭长 赐给他一百个钱 对亭长说道 哎呀 您实在是个没有见识的人啊 做好事 有始无争啊 又把那位侮辱自己 命令他从胯下爬阔的人 任命作为寻成补道的武官 并且告诉他的部将们道 这位是个壮士啊 他当初侮辱我的时候 我难道不想杀了他吗 杀他又没什么道理 所以当时也就忍了下来 而后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 向王曾前的一员逃亡在外的将领 名叫钟离妹 家住在东海曲县伊鲁乡 一向跟韩信交情不错 向王死后 他就逃亡 投奔了韩信 汉王很记恨钟离妹 听说他在韩信那儿 就下令叫楚国补拿钟离妹 那时韩信刚回到封国 到所属的县义去巡视时 进进出出都带着武装卫队 汉王六年有人打报告 说是楚王韩信造反 汉高祖采用了陈平的计策 天子要到各国诸侯封地内去巡视 南方有个袁孟泽 太使臣通知各诸侯到臣帝相会 告诉他们说 寡人要到云梦地区去游玩 其实暗地里是要算计韩信 可是韩信一点也不晓得内情 高祖将要抵达处境 高祖将要抵达处境 韩信觉得不对 要发兵造反 自己又揣渡是无罪的 想要亲去见高地 又怕被捉去 有人就劝韩信道 大王 您把钟离妹杀了 带着她的头去见皇上 皇上一定会很高兴的 到那时就没事了 韩信就约了钟离妹商议公事 钟离妹说道 楚娃 汉王之所以不来攻打您楚国 是因为有我钟离妹在您这儿呀 如果您要把我杀了 自动去讨好汉王 我今天死了 您也会跟着送命的呀 于是就破口大骂韩信道 我呸 你不是一个讲仁义道德的人 终于拔剑自吻了 韩信拿着钟离妹的人头 到城地去见高地 皇上将武士们 把韩信捆绑起来 放在后面一辆车上 韩信说道 真像人家说的 狡猾的兔子死了 会捉兔子的狗 也就会给宰了吃了 高飞的鸟射完了 那张好弓就要收起来了 敌人被消灭了 谋臣也就要被杀了 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了 我难道真该被碰了吗 皇上说道 哼 小子 有人告你造反啊 于是用刑具把韩信锁付起来 到达洛阳赦免了韩信的罪 封他为怀音后 韩信知道汉王对自己的才能 又怕又恨 常常借口生病 不能朝见 也不随从出行 韩信从此以后 早晚心中都十分不快 平日家居 闷闷不乐 自以为跟周伯 冠英之类的人地位相等 为耻辱 韩信有一次去拜访将军反快 反快被公屈欺 公营公送 自己说话时 还都称臣 说道 哎呀 小您这样 有封王地位的大人物 啃到韩舍来 真是臣的光荣啊 韩信走了出门 笑道 哈哈哈哈 我这一辈子 竟然跟反快这些人 同处在一个地位 皇上曾经跟韩信闲谈 讨论到将领们的本领 彼此各有不同 高地不一 皇上问道 大将军 向我的才能 能带多少兵啊 韩信回答道 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 皇上问道 那带兵的事对你来说呢 韩信回答道 呃 臣当然是兵愈多愈好啊 皇上笑道 哦 哈哈哈哈 既然是愈多愈好 为什么还会被我捉住呢 韩信说道 啊 陛下 您虽不善于带兵 但却擅长于控制大将 这也就是韩信之所以被陛下 做住的原因啊 而且陛下 这种才能是天生的 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陈希被封为巨鹿郡的郡守 到怀英侯那儿去辞行 怀英侯拉着她的手 撤去左右侍候的人 跟她在院子里散步 仰天长叹了一声 说道 哎 将军 您可以跟我谈些知心的话吗 我有些话想和您说呢 陈希说道 一切听从将军的吩咐 怀英侯说道 啊 将军 您现在去镇守的地方 是天下兵力最精的地方啊 而且 您又是皇上 最亲信诚信的臣子 如果有人说 你造反了 皇上一定不会相信的 然而 再有人告你造反 皇上就要起疑心了 假如第三批的人 来告你造反 皇上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 让自己带兵去打你的 而今之际 不如我和你配合 做你的内应 从京城里起兵 天下大事便可成功了 陈希一向知道 韩信是能用兵带将的 相信他的计谋 说 诺 一定遵奉您的指示 汉王十一年 陈希果真造反了 皇上亲自带兵 前往平乱 韩信借口 有病 不随高地出征 暗地里 派人到陈希那里送信说 将军尽管发兵打仗 我会从京城帮助你 韩信就和家将们商量 黑夜里假传圣旨 释放那些被没入官里的许多囚徒和法劳役的犯人 想要领着这些人去偷袭吕后和太子留营 一切部署停荡了 就等候陈希那方面的消息 韩信家有一个门客得罪了韩信 韩信就把他关了起来 想要杀了他 那个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 韩信要造反的整整设计安排的情况 吕后接到密报 想叫军队来镇压 又怕韩信的党羽太多 一下子不能制服 于是就找到了肖像国来商议 派一个人假冒从皇上那儿来的 说是陈希已经被高地捉住杀了 所有在朝的列侯群臣都要向吕后道贺 肖像国欺骗韩信道 我的韩大将军 您虽生了病 但这是天大的喜事 您就勉强一下 也该进宫去向吕后道个贺嘛 韩信 现在竟被个妇人小子所骗 这岂不是天意吗 于是杀了韩信的父母 七三组所有的人口 高祖平定了陈希 由部队争回来 到达京城 听说韩信已经被杀死 心中又高兴又怜悯 问道 哎 韩信死的时候又说了些什么话 吕后答道 韩信说 恨当初没能采用快通的计策 高祖说道 啊 快通啊 这是齐国一位有名的辩士啊 于是就下诏命给齐国缉拿快通 快通被捉了来 皇上说道 哎 是你教唆怀英侯造反 是吗 快通回答说 是的陛下 我本来就是教唆他造反的 可是这小子不听我的话 所以才是自己移灭了三族啊 如果那小子听了我的话 陛下您又如何能杀得了他呢 皇上生气道 哼 把他给我丢到锅里 碰了 快通道 哎呀皇上 您碰了我 那可真是冤枉呀 皇上问道 哦 你教唆韩信造反 碰了你 还有什么冤枉的 快通回答说 启禀皇上 当初秦王朝的法度败坏 政权解体时 太行山以东地区大乱 各国诸侯纷纷都起来自立 有志之士就像群鸭般聚集在一起 秦王失去了他的军位 天下人共同追逐秦国所失去的地位 于是才能高人一等的 较成比别人快的先得到了地位 大道兔所养的狗 见到了古之圣贤君 瑶就狂吠 并不是因为瑶是坏人的 而是狗所名费的对象 只要不是他的主人 他就废教 在那个时候 陈心目中只知道一个韩信 根本不知道陛下您哪 而且普天之下 时时能让自己磨砺精面 保持丰锐的状态 想要做陛下您所做事业的人 多得很哪 大家都知道想当皇上 但是他们的能力不足罢了 难道您又能把他们全部碰了吗 高地宇吩咐道 啊 放了他吧 于是就赦免了快通的罪 太师公说道 我到淮阴去 淮阴地方的人对我说 韩信虽然还是个平民的时候 他的志向和报复就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的母亲死了 穷得没有钱来办丧葬的事 然而他却各处去寻找 又高又宽敞的坟地 要让那坟地旁边 可以安顿得下一万家 我去曾观他母亲的坟地 果真像人们所说的 假如韩信学的一些道家的谦让之道 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不骄傲自己的才能 那他对汉家的功勋 正可以比得上周公 昭公 江太公 等对周朝的贡献了 子子孙孙也都可以 一直享受殊荣 获得祭祀了 然而他不朝这方面去努力 而却在天下大局已定 才来阴谋叛逆 杀了他的全家 不也真是罪有应得吗